而至于针对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朱立伦 今天有绿营的议员质疑说 根据民政局的资料 七月份移到台北县的人口大约有八千人 这个数字远高于以往的平均数 而其中呢又以桃园县移来的人最多 所以很难不让人怀疑 这些人是朱立伦的投票部队 一个下午朱立伦连排了十个行程 深入三重基层拜票 没想到到了壁华部阶 却遭到民众呛瞎 民众不满政府无能放任民生物资不断上涨 朱立伦说他接受不同意见 朱立伦试图替自己缓夹 不过民进党台北县议员发现 原本涉及在桃园县的人 在能够投票给新北市长的最后期限内 迁入了5926人高居各县市之冠 这一定有特定的一个集团在操作 以这个不正当的利益或者金钱的对价来诱惑 我们还是要用平常心来看 那这些所有的正常的迁徙 我们不要用太多的泛政治的眼光来看 由于桃园县当初拼升格 被质疑动用了警政消防和公务系统拉人口数 议员也怀疑人口增加是不是朱立伦的投票部队回流 朱立伦他可以大方公开去承认 这些就是他的粉丝 跟随着他要过来投他的 我们选举要从正面的角度 不要都是做无谓的指控 新北市选战打得激烈 任何会影响选情的环节 不但不能被放过 更会被拿放大镜检验 明日新闻王沛文 郭文海台北报导